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要是这样吧 要真是晚期啊 严重了 你千万别瞒我 这个你放心 不会瞒你的 退一万步说 就算真是恶性的 我想你也绝对不会是晚期 放心吧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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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是人家 医院又来电话了 催我去做活检 啥人做活检呢 是绝症 什么绝症啊 你懂不懂啊 那做活检也是正常检查 那活检出来以后 它才能得出结论 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 那肿瘤不是还有良性的吗 你学谁啊 也别学我们家那口子 我跟你说啊 它就是给吓死的 你说它知道了 自己挨晚期以后啊 不吃不喝 整天的就光输液 你说那能活多长时间呢 人的短命就是给吓死的 我告诉你啊 以后啊 你什么都别管 也别操心 什么儿女啊 这个啦 那个啦 你谁都别管 你就管好你自己 开开心心的 快乐每一天 自己吃好 喝好 玩好 乐好 就真是到那一天 咱们也无怨无悔 这人活着 就是活的一种心态 不是年龄 知道不 这些道理不是上回你还用来劝我的吗 来 站起来 站起来 过来 坐着 坐下 看着我 你听见着我 笑一个 听见没有 八十 老大回来了 哎 阿姨 这头怎么了 一不小心壮他 出门 paying小心呀 注意安全喔 好好好 谢谢阿姨啊 你们那个 你们玩吧 怎么了这是 孩子头怎么高的 不是怎么回事啊 肯定是为了那房子 你闹个棍 来来来来 继续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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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是我自己要回来的 你怎么回事啊 快四十的人了 把自己好好的人生 活成了笑话 我不怪别人 这就是命了 妈 我饿了 妈 妈给你弄吃的去啊 我来来 妈 我来来来来 卢老师 找我啊 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 投资给钱诚开工作室 我 那时候是因为你离家出走 钱诚跑来工作室找我 问我你去哪儿了 结果我们两个人吃饭聊了起来 我就觉得他跟你 和我形容的样子 有点不太一样 而且我看他的漫画 确实画得挺好的 我理解怀才不育的感觉 所以我决定投资啊 开个工作室 或许他有了事业 能够挽回你们两个的感情 我跟他之间 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 当初我跟他在一起 也没指望他事业 能达到什么样的成果 能带给我什么样的生活 我就是觉得这个男人 让我觉得挺踏实的 挺好的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 这种踏实的感觉 确实越来越少 他承诺我的事情 就没有一样是办到的 那你方便告诉我 你们是什么原因才 信任吧 我们之间的信任崩塌了 是他对我失去信任了 他这么一弄 让我觉得这些年 我都是一厢情愿 我也是一厢情愿 你借给贤城的钱 就当是我借你的 欠条你收着 我慢慢还 找我借钱的人是贤城 该还的也是他 不是你 你借给贤城的钱 我借给贤城的钱 给啊 你借钱 之前提升 尤其�� 她快要带到这些 天成啊 你叫妈说你什么好啊 挨打的是你 被赶出家门的还是你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傻儿子 你也不想想 你看看咱们这个家 以后可怎么处啊 小时候我们不就是三个人挤在一块住吗 挺好的呀 现在怎么就不能住了呢 我就不明白你图个什么 你说你但凡听妈一点话 咱也不能落到这个地不是 咱不让她姓罗的坐牢 起码也赔偿咱们一点经济损失吧 现在 今生出户了 咱们家那个房子就这么拱手让人了 妈你别这么说 那是我老婆我儿子 你儿子是亲生的 可那老婆以后是谁的 那可就说不好 妈以后我的事你能别再操心了吗 我就是操心的太少了 所以才落到这个地步 这么多年我就是为了当个好儿子 好大哥 我才落到这个地步 你这意思是在怪我 我 我现在 这就叫七里子散 你 你 有很容易了 我 你 都在那里 超乖的 我都在那里 你 我不担心了 大都在那里 你 那你 冲动是魔鬼 要我说啊 你就是傻 你说你当初 要不是跟风哥闹起来了 至于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就为了你女学生 值吗 你别拿着眼神看着我 这事你还真怪不着我 我当初绝对是为了你好 你可千万别认为我怂恿你的 你这就叫性格决定命运 一手好牌被你打了个稀巴烂 你再看看我 你再看看你弟弟我现在这造型 这叫什么呀 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得 我给你开点东西 你别再给我撕了啊 看不见 来来来 这儿 这儿 法人代表 钱进 风哥回老家照顾他爸 公司直接转给我 你说当初你要不瞎折腾 现在咱们哥俩一块赚钱 多好 好 我是真不知道你这脑子 什么时候能活翻你 你说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怪谁呀 真的 谁都怪不着 只能怪自己 行了 我也不跟你说了 来 这钱你拿着 你 你 你是不是真傻了你 钱都不要了 毕严 你讲 钱我扔这儿了 哥 你别嫌烦啊 我最后再说一遍 你说现在这社会多现实 你可是个艺术家呀 你说 你看你现在这造型 出去谁把你当回事 拿着钱 给自己 弄几身行走 好好捯据捯捯捯 有事你就说话 甭管到什么时候 你都是我清歌 你睡吧 我拿二百啊 当我欠你 我把你打电话 干嘛 干什么 干什么 我来了你没看见哪 这要是小方来了 你肯定不是这态度 那你干什么来了 我来给你送营养品 你从今天开始 就得开始养生了 知道吗 谢谢啊 谢谢你 万分感谢你 东西拿回去吧 我都这样了 至少也没用了 行了 你哪样啊 你又不是小孩 我说你能不能承受一点啊 你呀 我都 你呀 有病咱们治病 你说你这也不出门 你又不吃饭 你要把自己搁在屋里耗死啊 不是 我也不想耗着 你说医院咋这样呢 你就算是个犯人吧 你说你是判个死刑 判个无欺 你也得给个话 老子们吊着谁受得了啊 这万一这检查结果出来了 结果是那样的 那万一结果检查出来 它不是那样的 就你现在这样 这不是把你自己吓 也都吓成那样了 怎么着 那医院还没 还没信息呢 没有 一问呢就是 你还得等两天 你还得等两天 要不就这样 他不是老不给信吗 咱也不等了 咱们自己到医院去问 你呢就说你要出差 让他给加个急 行吗 快刀斩乱麻 我去叫个车去 快点 快点 你干嘛呢你啊 走啊 进去啊 我就不进去了 你一个大男人啊 怎么跟女人似的 还磨磨唧唧的 走走走 你去 我在这儿等你电话 你等什么电话呀 你当初是怎么劝我的呀 你说这人哪 最困难的就是要面对自己 现在你要面对自己了 怎么还退缩了呢 又不是你的事 你站着说话不要疼 什么我这儿 你 行了 咱们都走到这儿了 不管取什么结果 都是结果 对不对 走走走 不是哪个结果 都是人能承受的 请你下来 胆小鬼 等会儿 干嘛 要是结果不好 就别告诉我了 想着我告诉你啊 我都不告诉你 贾婷姐 我都想你了 你是真的想我们了 还是想这里的好吃的呀 当然是想你嘛 不过也想好吃的 我跟你说 等我再回去的时候 你一定一定 还要带我去吃椰子鸡哦 别的我都不想 就想吃椰子鸡 哇 一顿好吃的椰子鸡 就收满你的后半生啊 没问题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我在这边都待得无聊死了 简直是生无可恋 但是吴叔 你爸爸妈妈最近才刚离婚 是不是得多花点时间陪陪你妈妈呀 别让她一个人待着 她会胡思乱想的 我跟你说 我妈这个人简直是鬼迷心窍 我都跟她说了 我爸是因为谈爷爷的事情 暂时回不去 要处理这些事情之后才会回去的 但是她就是不信啊 非说都是我爸的借口 你当时不是在现场吗 你赶紧跟你妈妈解释啊 让她知道啊 我跟她说了 我嘴皮子都磨破了 她都不信 后来我也想 你说夫妻之间 连这点信任都没有了 那还做什么夫妻啊 也许他们就是缘分到头了吧 那你最近和你爸爸联系了没有 没有 每次想跟他打电话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不管是有小事大事 或者是特别特别无聊的事情 你都可以和你爸爸分享的 只要你想聊 他绝对有时间 其实 打从你离开这里以后 你爸爸的心情一直很不好 你自己也应该明白 他 他其实不是特别想跟你妈妈 离婚的 那你就多帮我安慰安慰我们家吴峥同学啊 我可不想每天看到愁眉苦脸的样子 我知道 我会找时间 好好安慰你爸爸的 雅玲姐谢谢你啊 那就先不说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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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女儿 你终于知道给你老爹打电话了 爸我跟你说 我最近学了一个新舞蹈 我跳给你看啊 你确定不会吓死我吗 你说什么呢 逗你呢 老爸高兴还来不及呢 来吧 跳给我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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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爹 老爹 了 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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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 老爹 老爹 是 胃 今天这么早啊 是啊 今天早上接到一个好消息了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我先说啊 昨天啊 吴叔跟我视频了 我自从跟他妈妈离婚之后啊 我是吃不香我也睡不好啊 可是自从昨天跟我视频之后 我的心情豁然开朗 他给我跳了一段舞 我平时是很排斥的 可是呢 昨天看着怎么就那么好看 我还在想 我是不是多看看这类视频 到时候呢 可以跟他有些共同语言什么的 来 吴叔和你联络了 是啊 我跟他妈离婚之后啊 我还在想 这孩子是不是不理我了 现在看来这孩子懂事了 对了 你不是说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我吗 说说看 我 我的好消息就是 吴叔跟你打电话了 你怎么知道啊 这 不是你刚刚跟我说的吗 对对对 看来你有遇见啊 很有先见之明啊 这孩子不是还要我安慰他老爸吗 搞什么搞啊 今天我们大家站在这里为的是什么呀 为的就是我们的人生更加的精彩 是吧 只要你们肯付出 就一定会有回报 你们每天多出去发一张传单 那就有可能多一次机会了 你们大家都付出努力 就一定会有回报 公司好我们大家才会好 是吧 记住我一句话 今天你们为公司奉献一块砖头 明天公司就会还你们一座大厦 好 好 好 靠山 带走 走 放下来 再走过去 干嘛呀 走 不是 干嘛 干嘛呀 干嘛呀 走 走 走 你们怎么抓人呢你们 你放开我 你们抓人呢你们 走 这什么情况啊 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呀 干嘛呀 你 怎么样 到底怎么样啊 快说呀 钱进的案子 证据确凿 积压期间不能探视 只能等着判了 那钱进 接那个公司没几天哪 他们就不能 从轻处理吗 钱进现在是那个公司的法人代表 那个公司出了什么事 一切的责任都得他来承担 要是想从轻处理的话 除非这个校园裸带 受害人能够谅解 这个受害人是谁 咱也不知道啊 妈 你别着急 我已经调查了 那受害人是我的一个学生 你说这钱进臭小子 他怎么这么缺德呀 他怎么祸害你的学生啊他 他给人家学生贷款的时候 留了人家没穿衣服的照片 高利贷还是利滚利息 如果还不上 晚一天 他就要把照片给人传到网上去 那女孩想不开 留了一书就要自杀 自杀了 不是吗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抢救过来了 我以前那些学生正陪着呢 哎呀 我的天呐 作孽 这个孩子真是作孽呀 灌进去好 灌进去好 灌进去就有人管他了 就有人教育他 还没有生他 你爸就烟气阴了 我就觉得他好可怜 所以我疼他 我爱他 什么好吃好喝的都紧着他 瞒着你 你说他 哎呀 这孩子天天的不学好 成天的给我惹是生非 回到家里就是要吃要喝要花钱 是我宠快乐 是我的报应啊 我的报应啊 妈妈 我儿子 妈妈 妈 别着急 别着急 好不好 我再想想办法 着急也没有用 好不好 虔诚啊 这也好 这孩子本来就没人教 让城府好好地教育教育他 以后他就知道该怎么做 人了 你这弟弟把你祸害得够呛啊 儿子 你别这么说 那这样儿子 有啥事你就忙你的 你再也别管了 如果政府给他判了重罪 妈去陪着他 妈陪着他 妈陪着他 你不管啊 你不管 你赶紧忙去 你有啥事自己忙 妈 妈要一个人待着 妈 别着急 我再去想想办法 我再去想想办法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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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啊 被告人前进 勒索被害人赵敏 以致赵敏自杀未遂 造成恶劣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 现在宣判 判处被告人前进有期徒刑一年 共处以一万五千元罚款 经营所获利全部没收 并需赔付受害人精神损失费 医药费等共计两万元整 立即执行 高利贷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你看现在网这么多的贷款软件 这要是违法文化 那不早被查封了 是吗 可不是咋的呀 这些贷款公司要是贷款人跑了 本金都没有了 而且这种骗子公司 现在满地都是的 是得小心 别让人给坑了 我说楠楠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听起来好像你就不盼着 这些贤进好似的 你说他都这么大了 好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你怎么就一伙是犯法了 一伙是被人坑了 怎么非得他这样啊 楊姐 这手折新买的吧 我们贤进给我刚买的 他刚出来干活就给你买东西啊 你们家贤进做什么工作的 孩子们的事啊 咱们最好别问 只要他们好就成 妈 您这干嘛呢 跟你换 跟你换 不是 我那可是美元 您这一比一的换 您是真不识数还是重不识数 你妈我杀熟 老杀熟你不知道啊 不熟不杀 真杀熟的 行 被我亲娘杀 我这心里边有舒坦 所以说我的要求就这么多 大家都明白了吧 明白 听不见 明白明白 好 下课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日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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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赶紧吃饭去吧 吃饭去吧 小课了 周校长 我跟你说个事 是这样的 你弟弟的事啊 我们全了解了 周校长 我弟弟的事情 我也有责任 如果学校对我有任何处罚 我都接受 您直说就行 觉悟蛮高的嘛 这件事在学校里面闹得 肺肥扬扬的 不光我们知道了 学生的家长都知道了 你是前进的哥哥 而且事情还发生在我们学校 这对我们学校的声誉 和招生工作 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啊 所以 钱老师 不是你的业务水平不行 是学校实在承受不住 这个社会的压力 这样 多发你 两个月的工资 钱老师 令我高就吧 你在哪儿呢 我想 与你谈一谈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你看我们是在电话里谈 还是回到家见面说完 罗楠楠 你什么意思 钱昊宇他姓钱 不管到什么时候他也姓钱 你凭什么要抚养权啊 凭他是我生的 我养的 凭什么 再说了我不可能 让他在你们这样的家庭里长大 我们家怎么了 你说怎么办 一个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妈 加一个叛了形的弟弟 再加一个像你这样虚荣心作祟的爹 你觉得你们能把孩子教育成什么样啊 罗楠楠 你行 你现在怎么看我都不顺眼了 是不是 你别忘了刚嫁给我的时候你是个什么 你不过是个刚毕业的毛头小丫头骗子 你别忘了你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给你找的 你考教师资格证的时候 是我天天照顾你起居 你爸那个养老院也是我跟你联系的 你现在好了 翅膀硬了 你就处处看我不顺眼了 是不是 是这样吗 嫌弃我们家这儿 嫌弃我们家那儿了 是不是 是这样吗 是我翅膀硬了还是你变了 前程 你们家一个一个是怎么对我的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我们家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你是嫁给我 不是嫁给我们家 你还知道啊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可是你们家哪样事情放过我了 我们这个小家的哪样事情 可是你妈又没掺和了 可是你妈又没掺和了 我想明白了 要不是浩宇你早就不想跟我过来 对不对 你现在怎么看我都不顺眼了 就是想跟我离婚是不是 行 我成全你 但是有一点 浩宇的抚养权我是绝对不会给你的 好 秦城 你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 所有的东西你都拿走 好吧 我就要孩子的抚养权 你想跟孩子在一起是吧 那就别离婚 好吗 只要是想离婚 淑阳权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你 你可以啊 前程 这是让我开了眼界了 你这是让我选择要不要跟你离婚吗 你上我选择要不要跟儿子分开 太残忍了吧 我可以保证不给孩子找个后妈 但是我不能保证你不给孩子找个后爹啊 你混蛋吧你 这不合理 你可能说对孩子 你可能老人说你都给孩子 你可能不打得好 你能保证你 你能保证吧 你你可能保证你 你果然保证你 你躲在你闲床 你快要保证你 你处理喻 你也保证你 你我本羞快要保证你 你 Ben人 你也保证你 你不得欲 你万一我 你不能保证你 你不能保证你 可是我的天土 是我的天土 爱和非爱 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要 要永远坚持 我是红顿 搞个熊的秀 没有在那顿 这种电影以后就不要再放了 让人看挺难受的 真是 哎呀 不就看看电影吗 你看这名字起得多好啊 滚蛋吧 中流军 意思是让癌生离咱们大家都远点 那最后那熊顿不是还是死了吗 这个结尾啊 我不喜欢 按说他应该跟那个大夫结婚 那才叫胜利呢 那才叫滚蛋吧 肿瘤军呢 这什么呀这是 这是电影是艺术 你还当真呢 这还是小曹说得对 一查出来就是晚期肿瘤 都病入膏肓了 还滚什么蛋呢 看着让人伤心 老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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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你不怕事大呀 你给老梅添堵啊 那怎么办哪 走 找院长 走 走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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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得跟你说一说 你看现在老梅这怎么办哪 她现在不吃不喝情绪低落 你说刚才我们那个看那个电影啊 滚蛋吧 肿瘤军 那里边那个女孩折腾来折腾去 结果还是死了 那老梅更紧张了 曹姨 您先别紧张 我们都在等着活检结果 刘大夫也一直在去催 等结果出来了 我们才能知道该怎么办 就怕这段时间让她知道 到那个时候那可就完了 就是啊 老罗你看这样行不行 要不咱们组织一些人 一天二十四小时轮流看着她 直到等医院那个结果出来 这个主意不好 这容易增加她的心理负担 对 那 要不这样 一会儿啊我跟大家伙说一说 让大家没事的时候 轮流陪陪她 聊聊天 这样呢肯定会分散她的经历的 这不跟我说的一样吗 那怎么能一样呢 你是看着她 看着她那 那相当于对待犯人你知道吗 我是轮流陪她聊天 那是让她开心 她怎么能一样呢 真是看着她聊天 好了好了好了 二位别争了 耽误之急 马上得通知院方 他们可别说漏 他们说漏就麻烦了 对对对 不管是什么结果啊 都不能先让她知道 好吧 对 行 那就这样 走 那 那就这样 耽误你了啊 你说是真是 你干嘛呀 老梅 嚇死人哪 我来看看你 我又啥好看的 不不 我 我跟你讲 这小曹啊 都告诉我了 这大不大 小不小 也不算啥玩意儿 教教我 八年胃癌 当年医生啊 对我是这样的 医生啊 他跟我说 扔血好好活五年吧 八年过去了 现在咋样 越来越胖了 没事